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商品 在业务发生的当期合并财务报表中 如何进行抵消 讲到四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个大问题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内部销售商品的合并处理 所谓连续编制 也就是说在第二年第三年等等 分别怎么抵消 前面第一个问题讲的是 业务发生的当期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相当于是 第一年合并报表中怎么抵消 那么二标题讲的是 连续编制第二年甚至第三年 往后怎么抵消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有一点要给大家做个解释 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在2022年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是1000万 成本是800万 如果乙公司构进来以后 在2022年当年 就已经全部对外销售 也就是说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实现了销售 没有未实现内部销售损 当时我们讲过 分路怎么抵消 那就是借营业收入 但营业成本金额1000万 就可以了 这是上一节课所讲的问题 那么和第二年就没有什么关系 不存在连续编制的问题 因为商品已经实现销售了 但是 如果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乙公司有可能全部未实现销售 或者乙公司构进来以后 有一部分实现销售 有一部分没有实现销售 从而在第一年 产生了未实现内部销售损 那么才有二标题 连续编制的问题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乙公司构进来以后 当期就全部实现销售 那么就不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 所以对于第二年 不存在连续编制的问题 也就是说无需考虑 内部销售商品的连续编制 反过来讲 我们今天的二标题 连续编制都是指 因为上一期 企业集团内部 形成了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然后在第二年 甚至到第三年 如何抵消 这个问题称之为叫连续编制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 首先必须要将上一期 抵消的从货价值中 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对本期的期出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要予以抵消 调整本期的期出未分配利润 然后在第二步 对本期内部构建的从货 进行合并处理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写一下 分两步做 第一步 是上一期 企业集团内部 商品销售 有一部分从货 形成了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提醒的 上一期 某公司出售给子公司以后 子公司有可能 全部未实现销售 也有可能 部分实现销售 部分未实现销售 总而言之 不管哪种情况 都形成了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那么今天 我们在第二年 编制合并报表时 要对上一期 所形成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对我们本期的 期出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需要抵消 那这个抵消 又细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去年 假定是2022年 母公司 向乙公司销售的商品 成本是800万 售价1000万 假定乙公司 在2022年 全部未实现销售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 去年的分路是什么 借营业收入1000 带营业成本800 带从货 带从货 是200 这个200是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那么这个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请注意 如果第二年 2023年 以公司构建的这个存货 仍然未实现销售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存货里面 所包含的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仍然没有实现 还包含在个别财务报表存货里面 所以今天 我们要将 这个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予以抵消 借年初未分辨利润 再从货 前提是 请注意刚才假定 在2023年 本期 上一期 我把理解为是2022年 本期是2023年 在2023年 仍然未实现销售 那么 此时 从货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从货 是不是依旧 包含有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没有实现 仍然要需要抵消的 我这写了一段文字 帮助大家理解 集团内销售企业 上一期 个别报表上 它已经确认收入了 比如某公司 假 它在个别报表上 去年确认收入 1000万 结赚成本是800万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是不是有一块利润呢 是200万 它这个销售的损益呢 在去年 已经截转到 年末未分配利润 能理解这个问题吗 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实现的利润 在本年利润里面 我们不考虑所得税 这个本年利润 最终就转到 未分配利润去了 是不是 是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去年年末的未分配利润 然后到第二年 编报表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去年的年末未分配利润 不就编成 今年的年初未分配利润吗 所以本年度 在编制 抵消分路时 要将年初未分配利润里面 包含的未实现的部分 在个别报表上 不是还在吗 也要把它抵消 还是要把它抵消掉 然后代方代从货 从货是虚增的 我们下面看这样一笔分路 解释一下 刚才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抵消分路 借年末未分配利润 代从货 大家想一想 在去年销售时 上一期 假定是2022年 我们合并报表上 解销分路 怎么做 借营业收入1000 代营业成本是800 代从货是200 是不是 未实现那步销售损益 去年是不是这样做的 听清楚 我刚才假定 某公司将成本800万的商品 出售给子公司 以售价是1000万 以公司购进来以后 在2022年没有对外出售 那去年 是借营业收入1000 代营业成本800 代从货200 同时假定 在2023年 以公司 仍然没有对外销售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企业集团内部 这个从货 是不是仍然包含有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200还在那 是不是 那我第二年 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还要抵消吗 有的同学 可能就在想这个问题 去年不是抵过的吗 今天怎么还要抵呢 大家注意 一定要注意 合并报表 一个编制的要求 我们前面讲过 合并报表 是以个别报表 为基础编制的 什么叫以个别报表 为基础编制呢 我们在工作当中 编制 个别财务报表时 都是有凭证 到占卜 到报表的 是不是 这样的流程 但是那是个别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 不是那个流程 合并财务报表 是由表而生成表的 啥意思啊 我一直这么说 在我们面前 比如在我们的桌子上 一张空白的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然后将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上去 将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上去 然后进行合计 然后在2023年 编合并报表时 我们是不是 还是把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那你想一想 当你将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的时候 某公司去年 个别报表上 是不是有营业利润 是200万呢 1000万减去800 他认为 个别报表上 认为实现了呀 所以在他的报表上 有一个营业利润 是200万 这个200万 在他的个别报表上 转到去年的年末 未分别利润了 然后呢 在他的个别报表上 今年的报表上 他去年的年末 就变成今年的年初 是不是 变成今年的年初了 所以我们今天 把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的时候 你抄来的是 某公司的个别报表 而某公司 个别报表上 200万的利润 还在不在上面 还在上面 虽然我们去年 在合并报表上 还在那儿呀 所以我们今天 从借方 要把这个200万 给抵消掉 因此就有了 刚才这笔分落 借年初 未分配利润 本来正常是借 营业收入 盖营业成本 那是去年的 那今年要抵消 我们重新编制 抵消分落 但是不能写 营业收入 不能写 营业成本 因为他已经 转到未分配利润 里面去了 然后代办 代从物 有道理的 子公司 个别报表超过来 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它的从货 依旧是按 1000万入战的 而站在 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货的成本 应该是800万 也就是说 即使是第二年 2023年 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从货 还是虚增了200万 因为我刚才假定 去年 这个从货 在今年仍然未实现销售 说明 这个从货 还在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那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货 仍然没有实现销售 仍然包含有 未实现得不销售 200 所以我们今天 要编制 这样的一个抵消分落 借年初 未分配利润 借方给大家解释了 代方也解释了 带从货 意思也就是说 本来在第二年 是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从货 没销售 没实现 不是还是要抵吗 是不是 但是第二年 不能写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是利润表的概念 利润表是各个期间的 但是去年的营业收入 去年的营业成本 你不能在今年 还写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你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实际上把2023年的 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给抵消了 是不是 而实际上 去年的那个利润 在什么地方去了 在今年的年初 未分配利润上面 所以我要从借方 把它冲掉 表示减少了 未分配利润 代方所有的权益类的 代方表示增加 借方表示减少 我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不就把它抵消了吗 然后代从货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上一期 形成的内部勾进商品 形成了未实际的 未销入损益 假定在第二年 仍然没有对外出售 我就是借年初 未分配利润 代从货 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上一期 购建的商品 在第二年实现销售 如果实现销售了 请大家注意 此时的分落 借方一样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方请注意 此时代营业成本 那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版书 我这写了个理解 和刚才讲的道理是一样 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时 还是要把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在某公司个别报表上 它的年末未分配利润 到了第二年是 年初未分配利润 有个200 我今天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把它剪销掉 这个和刚才的道理是一样 我简单说一下 关键是解释代方 代方 你想一想 去年没有实现销售 当时的风度怎么写的 是这样一笔风度 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 代从获200 是不是 那我反过来个问题 那如果第二 如果去年已经实现销售 去年应该是什么风度 如果去年全部实现销售了 那去年应该是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100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大家一比较 就看得出来了 无非是今年实现的 是不是 那今年实现的 有200 实现了 那就不能再存货了 实现了就不能再存货了 那说明存货里面已经不包含了 是不是 那带什么呢 带营业成本 不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把两年合在一起 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期间 来看的话 第二年实现销售了 把两年看作是一个整体 不相当于还是实现了 是不是 去年如果实现销售了 那我去年带营业成本是800 加个200 总共是1000 由于去年没有实现销售 所以我去年是带存货200 那个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200 那今年实现了 那就相当于继续回到营业成本里面去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第二年 如果上一期 购金的商品在第二年实现销售了 那么要把这个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这个金额请大家注意啊 金额是什么 是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我写一下啊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写的快要潦草一点 也就是我们去年那个金额 比如这个200万 200万 所以这卸上200万 这呢 营业成本也卸上200万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什么问题呢 上一期抵消的存货价值单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200万 对于我本期的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需要抵消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方要注意 如果本年度仍然未实现销售 说明这个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仍然包含在存货里面 那么我要带存货 反之 如果本年度已经实现对外销售了 那么我就带营业成本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 要看题目告诉我们的条件 去年的存货 在本年度是否实现销售 这是第一个问题 把上一期购金的存货 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对我第二年的影响连续编制 抵消分落 解释完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对于本期发生的内部销售活动 这什么意思啊 2023年母子公司之间 又发生内部交易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学习过的 是当年的事情 那就好吧了 是不是啊 这个那就按照我们前面所见的万能分路啊 上一节课学习的内容 借营业收入 代营业成本 代存货 三种情况随便你告诉我什么题目 我都带入那个万能分路 写出它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分两步 我们这的思路 包括教材给我们讲的思路 我们刚才括号一 和这个括号二 都是教材给我们讲的一个思路 非常好 什么思路呢 第一步 先解决 处理 下一年 购销商品 形成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对我第二年 年初未分泌利润的影响需要抵消 借年初未分泌利润 代方如果没有实现销售再存货 如果实现销售再营业成本 这是解决了去年的遗留的问题 然后第二步 其实不是新问题 是第二年 当年购进商品 当年怎么抵消 这是前面讲过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 重点在括号一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道立体 假公司2022年度个别利润表的一页收入 有5000万系 向其子公司A公司销售X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 成本是3500万 销售毛利率是30% 说明一下 其实这道题是教材上题目 我改编了一下 一个是给个年度 比较容易说明2023年的问题 另外一个说明一下 我把教材题目把它标注了什么呢 2022年母子公司产生的交易商品X商品 然后2023年是Y商品 两个产品让大家比较容易区分这个问题 成本是3500万 毛利率是30% X产品毛利率是30% A公司在2022年将该商品购进以后 60%实现销售 收入3750成本3000 毛利率是20% 该品商品的另外40% 形成了期末存货2000万 这个我们上一节课 讲过这种类似的题目 好 这是上一年的2022年度 考试题呢 从2022年开始考 继续看题目 又到了2023年了 2023年 甲公司个别报表上 向A公司销售Y的产品 我说明一下 其实这道题的数字都是教材立体 但是教材上没有X和Y 我只是想给大家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比如编制2023年合并爆拍底效分落 去年2020有从获 移留到2023年了 那这个在2023年对年初未分辨利润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在编制抵消分落时 你的一个思路要非常清楚 那就是什么呢 先把去年的X产品解决掉 然后再把今年的Y产品解决掉 这个思路就很清楚了 做题目就不容易错 我主要想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思路 来说明一下 好了 继续 也就是说 2023年某公司又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收入是6000万 成本是4200万 毛利率30% 请注意 我基本上没有改变教材的条件 其实教材上有个条件把它简化了 去年X产品是毛利率30% 今年的Y产品毛利率也是30% 毛利率是相同的 正是因为毛利率相同的 所以我们教材这道题啊 它就没有写去年是叫什么X 今年叫什么Y 它是混在一起的 那毛利率是相同的 其实你合在一起算 未实现内部消除损益 是无所谓什么X还是Y 是不是啥 但是这样对我们来讲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太便于处理思路不清楚 因此我把这道题分成去年是X 今年是Y 即使它毛利率相同 我们在做题目时 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思路 去年是去年的X产品 今年怎么抵消 然后当年构建来的Y怎么抵消 因为考试题有可能 X产品是25% Y产品是30% 毛利率不相同的 告诉大家 你不能收集教材上答案的误导 它是毛利率相同的 所以它混在一起的 等我们讲完你就理解了 所以我在这儿分成X和Y是这个道路 继续看题目 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 从假公司购进的本期实现对外销售 5625 啥意思呢 A公司是子公司 它从某公司购来的商品 本期对外部独立第三番销售了 这个销售里面 可能有X的产品 可能有Y的产品 教材上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一些 是谁 成本是4500万 毛利率是20% 这个毛利率是外部的毛利率 期末内部购进的存货是3500万 注意这个3500万又是谁呢 分不清了 什么叫分不清啊 期初是2000 是刚才那个X 这儿不一个X吗 是不是啊 去年的X遗留下来的 在个别报表上 成本是2000 然后本期又购进来6000 假的角度收入是6000 站在子公司角度 那不就是成本是6000吗 然后本期销售 截转成本是4500 所以算出期末的余额 是3500 这没问题吧 这其实就相当于 画一个从货 库存商品的丁子银账户 算出它的余额 那么是3500万 3500万包含有 未实现内部销售 省益是1050 那1050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这道题 极为特殊的地方 也是我们教材 把问题简化的地方 它把去年的商品 和今年的商品的毛利率 都是简化为 都是一致的30% 那好吧呢 那你这里面销售的 到底是去年的X 还是今年的Y 它无所谓了 反正它都是一样的毛利率 所以未实现内部销售 省益1050 直接就以期末的成本 3500万乘以毛利率 算出来 因为这个3500 是站在某公司角度 相当于是收入的意思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是成本的概念 乘以毛利率 30%是1050 但是如果考试题目 去年X 25% 今年Y 30% 那你如果受教材 这道题的影响 那你容易犯错误的 这个做题会出错的 因此这道题呢 我要给大家要这样的分析 要分开 分解开来 X和Y 其实X和Y代表着 X代表去年的商品 Y代表今年的商品 我们做题的思路 一定要按照这个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就刚才这道题 我这写了个版书 是去年编制合并报表的 绩效分路 去年编合并报表 我们看一下前面 当时收入是5000万 成本3500 有40%没有对外销售 是吧 40%没有对外销售 考试题从2022年开始考起 2022年分头怎么写 借营业收入内部销售收5000 但营业成本不知道 但从获5000 有40%没有对外收受 乘以40% 然后乘以它的毛利率 30% 所以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是600 那这是差额 5000-64400 好 这是2022年的 接下来 考试题要让我们编制 2023年的 那这里面呢 我分不同的情况 给大家说一下 下面是2023年的 第一种假定 假定期初从获X 长平是2000万 这是前面题目告诉我们的 第二年全部实现销售 因为我们说这题目 没说是XY 所以它混在一起的 但是考试题 它要是分解开来了 一个是X25%的毛利率 一个是Y30%的毛利率 那你就不能像书上那样做了 混在一起做 容易出错的 好 然后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假定期初的存货2000万X 本期全部实现销售了 那意味着我们本期销售 截转成本是4500里面 那有4500里面 有2000万是X的呢 2000万是X的 那意味着还有2500一定是谁的 一定是Y的 是不是 一定是Y的 也就是说 期初的X加上本期构金的Y6000 减去本期销售的成本4500 其中由于我假设 X产品本期全部实现销售 那意味着截转成本是2000 那生下的倒击出来 Y的成本是2500 那也意味着期末的3500 全部是Y的 因为Y本期构金来是多少啊 是6000 6000里面 2500已经出售了 那么剩下不是还有3500吗 是不是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下面做题步就很清楚了 第一步 我抵消去年 遗留到今年的X 由于X假定全部实现销售了 所以我今天编制抵消分路 前面分析过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带营业成本 不是带从货 是带营业成本 是假定去年 构金的商品 今年全部实现销售了 在这儿 全部实现销售了 当然呢 2000万的这一部分 它的毛利率30% 是未实现的不销售 损一损 600万 今天实现了 好 其实这么一分析 我告诉大家 X的事情就解决完了 你下面要说的事情 就是Y的 Y跟去年X没有关系 你Y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构金6000 销售2500 剩下3500 你只要把今年的Y 抵消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抵消Y 借营业收入6000 但营业成本不知道 我不是前面 叫过万能分路吗 但从货 剩下3500 刚才是假设 2000全部出售了 所以本期的销售 4500里面 有2000是X 有2500是Y 那期末Y 不剩下的 3500吗 所以期末3500 乘以毛利率 30% 1050 这是差额 6000-1050 OK 营业成本就出来了 那就完成了 这就是Y 刚才解决了X 现在解决Y Y这个事儿 跟连续变质 没有不安心 只要题目告诉我 今年的Y出售多少 那我知道余额是多少 我不就可以抵消了吗 是不是 好 那这个第一种假设 就讲完了 我顺便说一下 这是我们教材上的答案 那实际上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们教材上的答案是 默认为X产品 默认为去年的存货 在本年度全部实现销售了 所以编制 这样的底下分路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种假设 那如果X产品 在本年度 仍然未实现对外销售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大家想一想 本期销售商品是 题目告诉我是4500 是不是 前面不是有吗 在2023年对外部销售是4500 那既然销售4500 X又没有对外出售 那就意味着 今年对外销售的商品 一定全部是当年 购进来的Y 那也就是说 期末存货是3500里面 其中X是2000 仍然没有实现销售 是不是还在期末存货里面 那还有一千五是谁的 还有一千五是 Y一六下来的 那就对了 本期购进的6000 有4500 已经实现销售了 还剩下1500 没有实现销售 这个逻辑是对的 是不是啊 好 假如题目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我的答案是另外一个做法 怎么做啊 第一步 抵消去年的X 由于题目假定X 全部未实现销售 所以我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代方 由于X 假定没有实现销售 依旧带存货 是不是啊 依旧带存货 多少呢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 这样X就解决了 接下来看Y Y我刚才说过 那是本年度的事情 很简单 借营业收入6000 带营业车门不知道 带存货 根据刚才的推理 Y还剩下1500 由于题目假定X 没有对外出售 那期末3500里面 2000是X 那Y是1500 Y1500乘以30% 毛利率450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么第二种 今天讲完以后 我就要说了 我们教材是不分的 它做的答案是第一种答案 是类似于我们假定 去年的X在第二年 全部实现销售了 实际上 由于我们教材上那道题啊 没有分什么X XY是我分的 是让大家理解 做题 每年抵消分路 是两件事情 去年 X代表是去年的商品 Y代表是今年的商品 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抵消的 那么我们教材上题目呢 它没有X和Y 是因为它有一个简化的问题 它把题目出的简化了 都是30% 无所谓是谁了 是不是啊 因此你想一想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这一笔分路和第二笔分路 你要把它并在一起看看 和第一个假设 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从获600 然后这儿是450 两笔分路和底合在一块 从获还是带1050 是不是啊 最终到合并报表上 底的金额和假设一 假设一的那个 从获抵消的金额 其实是一致的 那既然是一致的 我这儿干嘛要分两种假设呢 原因就是教材题目太简化了 他把30% 教材是教材 他给你去讲个道理 他不是从考试角度 综合考察你的能力的 他只是给你讲个道理 那考试题有可能 就像我刚才前面 反复在强调这个事情 假设去年是X产品 25%的毛利率 今年是Y产品 30%的毛利率 那如果按照书上那样的 你必须告诉我 去年X还有多少 Y有多少 否则你这个题目 就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能合在一块做 因为毛利率不一样 你不能带存货 把剩下的金额 直接乘于多少 乘一个30% 还是乘于25%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 题目就复杂了 那么考试题怎么办 第一种考试题 人家不想考这儿 人家可能考的是 其他的地方 可能考的复杂一些 这儿就普通 简单的考一下 和教材一致 毛利率是一致的 那没问题 随便你怎么做 还有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如果人家 分成两种情况的话 一个25%的毛利率 一个是今年的 购计那是30%的毛利率 那你这个时候 就千万不能像书上那样 随便合在一块做 那容易吃药的 所以要按照 我们讲义上 给大家讲的这种方法来做 其实就是根据题目的 调节去年 遗留到今年的存货 你的毛利率是多少 你有多少存货 没有实现 带存货 实现了带营业成本 就可以了 然后当年 够进来Y 跟他没关系 你当年第二年 够进来的 是相当于是第一年的事情 当年的事情 该怎么提 怎么提 是前面教过大家的 这个问题就 思路就分得清楚了 恰恰相反 我们书上是混在一块的 如果你把它混在一块 那期末存货里面 又有X又有Y 你怎么分呢 是不是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把思路搞清楚 有的同学 把教材理题学完以后 他的思路是什么 是去年的商品 去年怎么提 今年怎么提 混在一块的 是按照年份来分的 其实在第二年抵消的时候 你应该这么想 是去年商品X 今年商品Y 按商品分 思路清楚一些 好 这是第二种事情 接下来 我再讲第三种事情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要是有的题目 是混在一起的 怎么办 假定期出X 从获2000万 在第二年 有一部分销售了 比如销售五分之一了 五分之一 就400万的成本 还有五分之四 没有销售 那好吧 就是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 抵消去年的X商品 借年初 未分别利润 还是6000 代方呢 你出售了五分之一 我就按照未实现 内部销售损益600 乘以五分之一 带营业成本 你销售了 我就带营业成本 你还有五分之四 没有实现销售 我就带存活 所以随便提报他怎么出 我现在都教你这个方法 是不是 就看他 题目告诉我是 第二年 上一年 遗留到第二年的X商品 在第二年年末 还有多少没有销售 有多少已经销售 那就按照这个来做 好了 那Y呢 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理念 Y跟X没有关系 这要题目把条件告诉我了 很清晰 有多少了 我直接一沉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这块请大家注意一下 当然Y题目要告诉我的 你不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比如这道题 期末有3500 期末3500里面 既然条件告诉我 X有1600没有出售 那意味着Y还有1900 是不是 Y还有1900 那这个时候把Y1900呢 乘以30% 还是刚才讲的 由于毛利率是一致的 所以呢 你发现结果是一致的 一旦毛利率不一致 这个结果就肯定不一样了 不是说我合到一块做 结果是一样的 不是 你现在合到一块做 结果是一样的 不分都可以的 但是一旦毛利率不一致 结果就不一样了 不能合在一起的 X归X Y归Y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内部销售商品 连续编制的快捷处理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最后给大家归纳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思路那就是 凡是第二年 你在抵消的时候 你先把去年的X解决掉 X借年初未分别利润 那代仿怎么抵 你就看X产品在第二年 出售了没有 销售了 带营业成本 按照这一部分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 然后没有实现的部分 那就带存货 就可以了 就像刚才第三种 假定 那个坟禄一样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 Y产品 我还是这个观点呢 仿佛强调 Y跟区列没关系 是今年的事情 该怎么做怎么做就行了 是不是 OK 那这个问题就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问题 从获接下准备的合并处理 那这个呢 稍微要难度大一点了 对于从获接下准备呢 也是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初次编制 什么叫初次编制啊 就是当年 某公司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假如子公司没有对外出售 然后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假定啊 具体的从获跌加准备 然后在合并报表中 如果抵消这个跌加准备 这叫初次编制 当年的 那么 待会还有第二个问题 年续编制 那就说在第二年 涉及到从获跌加准备 怎么抵消 上一年的从获 遗留到第二年 然后第二年呢 有减值的情况 等等 那么怎么抵消 括号一 初次编制 比较简单 括号二 连续编制 比较复杂 没关系 我都有方法教给你 先看括号一 初次编制的时候 涉及到 和平报表 从获 跌加准备 编制 编制 要分头是借从获 明细科目 从获跌加准备 因为从获跌加准备 对应的资产负债表上 是从获项目 所以我们不能写 直接写从获跌加准备 而是借从获 明细科目 从获跌加准备 也有同学 看到书上的答案呢 就写从获就完了 可以 但是我建议你把它写上 写上 写上以后 我知道这个从获代表是什么 是跌加准备的经纹 代资产减的损失 那这笔分头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抵消 我下面呢 给大家结合教材立体来说明一下 甲公司系A公司的母公司 甲公司本期 向A公司销售商品 2000万 成本是1400 构建它以后 当期 全部未实现对外销售 而形成寂寞存货 其实本期 假定是2022年 那你2022年的分头 就可以编制了 借营业收入2000 带营业成本1400 因为全部未实现销售 带从获600 差额是600 另外A公司期末 对从获进行检查时 发现从获 已经部分成就 可变净值 以降至1840万元 题目直接告诉我 可变净值 问你一个问题 张在A公司个别报表上 这一批存货的成本是多少 某公司卖给它的价格是多少 子公司的购买成本 就是多少 2000万 现在可变净值1840 说明A公司个别报表上 对从获具体跌价 准备160 没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我们怎么去抵消的问题 怎么去抵消 下面给大家画个图表 分析一下 我们教材上没有这些文字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表 一画以后 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我是焦虑方法 大家想 这批存货 站在个别报表 子公司A的角度 是2000万买来的 成本是2000万 可变净值是1840 所以在A公司个别报表上 他认为解责了160 没问题 没错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是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编织合并报表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成本依旧还是多少 依旧还是1400 是不是 所以呢 因为这个成本在假公司角度 成本是1400 成本是1400 其实就相当于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相当于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成本是1400 能理解这个问题吗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成本依旧是1400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成本是1400 可变现净值是1840 那也意味着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从过并没有发生减值 所以此时 我们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要将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计题的160万跌加准备 反方向把它冲掉 个别报表上 它是怎么做的 借资产前的损失 带从我跌加准备 那我今天呢 编一个相反的分路 把它抵消掉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两笔分路 第一 我已实现内部销售损益抵消 刚才我口头已经说过了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将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具体的从货提供准备 反方向把它抵消就可以了 好 这是25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26题 另外一种情况 教材上两道立体 非常好 假公司为A公司的母公司 本期销售商品2000万 成本是1400 A公司构清以后 未实现销售形成期末从货 A公司期末对从货检查时 发现可变禁止降至1320 改题目了 这道题和刚才25题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题目给了一个条件 所以在个别报表上 A公司他认为 我是2000万买进来的 你今天可变禁止是1320 所以我减着680 这没问题 这大家能够理解 是不是 那下面我就要问你 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 何必报表上抵消不能怎么抵押 第一件事大家都会的 借营业收入2000 带营业成本1400 带从货600 没问题 第二件事情 就是个别报表上 从货带准备怎么抵消 我想有的同学应该已经想到了 那可没问题 我已经学过了 借从货 从货带准备680 带资产钱的损失680 是不是这样想的 错 没那么简单的 不是你想的 哦那个别报表上 记得几题的带准备680 那我现在做个相反的方向 把它冲掉就可以了吗 26题和刚才25题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也画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站在个别报表上 A公司角度成本是两 可变现净值题目一致 1320 说明在个别报表上减值680 这个你已经接受了 而站在企业集团 角度这个从货的成本是多少 1400 没问题吧 我相信你已经悟出来了 在个别报表上减值680 站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有没有减值 也减值了 站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成本是1400 可变现净值1320 减值了80 那就意味着个别报表上 实际上是多集体了600 而不是680 我们此时只要把600万的部分 抵消掉就可以了 还有80万要留在那的 因为合并报表层面上也减值了 所以我们教材上举了两个例子 实际上是两种情况 相信大家通过这个图表就能够接受了 那我下面就要告诉大家 那我们再做题目怎么做 不管前面25题的情况 还是现在26题的情况 我就教你一个方法 反正做到这种题目 你在操耳纸上画一条线 就像我刚才这样的 画一条线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上成本2000 还有母公司企业集团角度成本1400 由小到大排序排好 还有一个数字是谁呢 可变现净值 如果可变净值在这两个成本的中间 意味着合并报表层面上是不减值的 你只要把个别报表上 子公司的减值 把它抵消掉 冲掉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由小到大排序 就像现在这个图表一样 可变净值是最小的 排在最左边的 那就意味着 企业集团角度也减值了 减值80 那你就把他俩的差的部分 抵消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教你的方法 我给大家画的图表 第一 理解 第二 方法 就是教我们要做题目怎么做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笔分路 刚才已经口读表达过了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从获600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 借从获 从获结架准备 带资产减值 算是600 而不是680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 要减量那个80 合并800层面上也减值了 好了 这就是 初次编制 你按照我讲的这个方法做 没问题 就不是很难的问题 讲完这个 我再教你一招 绝招 做题目的一个技巧 前提是初次编制 我在编制底下分路时 就是关于 叠加准备底下分路时 我先把模板先写好 不管我会做不会做 只要考到这个题目 当期初次编制的时候 借从获 从获结架准备 带资产减的损失 填多少金额呢 刚才我教过你方法 画一条线 把这个三个数字 两个成本 一个可变净值 由小到大排序 我就能判断出 要底多少 是不是 你熟练以后啊 我教你这一招更快 那就是什么呢 你将我们刚刚那道题的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是多少 那个数字是定的 告诉我多少 600 未实现嘛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是600 于个别报表中 具体的从获结架准备的金额 注意 熟低的金额 填这个低效分路 啥意思啊 一种情况我们前面 看一下 在25题的时候 低价准备是多少 25题的时候 个别报表上 低价准备是160啊 25题是160 26题是680 看 一个是160 一个是680 你把这个600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的金额 和个别报表上提的这家准备金比小 比较 熟低 谁金额小就填在这 这是归纳出来的 是我们前面的方法 得到一个经验出来的 就是我做题 如果熟练了 我就两个比就行了 哦 那25题 160小 填上160 OK 25题的答案 如果是26题的答案 这是680 680的答案是600 小于它们 哦 那就是26题的答案 我就写600 因为600 比680小呀 填600 OK 就完成了 哎 慢慢的 你就会学会 做题目过程当中 你就会应用它 然后就有时间长了 你就会习惯了 做题就快了 不是我们 我们刚刚虽然教理的方法 也不错 是不是啊 那这个更大的快 不用画线了 直接比一下 前提是初次编制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 连续编制 这个要复杂多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搞个规律就行了 这个我也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问题 对应的什么方法 连续编制是什么意思啊 去年销售的商品 没有对外实现销售 就像刚才前面25题啊 26题啊 然后第二年 这个存货啊 分两种情况 仍然还在 甚至还跌加准备了 又产生跌加准备了 或者说转回了 未出售去年的存货 今年在第二年 连续编制怎么抵消 这个对应的是27道题 另外一种情况是 第二年把下一年 已经既提过 跌加准备的存货 在第二年出烧了 那么第二年又怎么抵消 所以教材上 有关存货跌加准备的 这几道例题啊 都非常不错 下面我们结合例题来看 27题 乘刚才前面25题来的 25题大家应该清楚啊 25题前面上一期 我就假定是2022年 然后本期是2023年 请注意 假定在2023年 A公司那个存货的 可变净值又下降了 1200了 去年是多少呀 我把这个条件写到这 不翻到前面了 去年企业集团角度 成本是1400 A公司构起来成本是2000 具体的跌加准备160 当时可变净值1840 这没问题吧 这前面的条件 那么27题告诉我 又跌加了 1200 那意味着个别报表上 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个别报表上 跌加准备的余额是 800 800怎么来的 2000成本减 可变净值1200 是不是啊 是800 但是你要注意 第二年提多少跌加准备啊 去年提了160 是不是啊 160 那意味着今年提要提多少 提640 是不是啊 提640的跌加准备 那叫记题 发生额 这个叫什么 800是余额 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 有的同学为什么学到后面说搞不来的 你前面的很多东西基础没打好 分不清这些基本概念 下面就是教大家的方法 碰到这种题目 在第二年编制 连续编制时 我们现在讲的是连续编制 在第二年连续编制底效分路时 我们采用什么方法来推出这个底效分路呢 没那么简单 一会儿就写出来了 没那么快的哦 就推你的 那怎么推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画一个第一次行账户 个别报表上 从获跌价准备的情况 合并报表层面上 从获跌价准备的情况 先看个别报表上 从获跌价准备的情况 去年是不是160啊 就是上一期 然后本期余额是800跌价准备 所以要计题640 这是其个别报表上 再看一个第一次行账户 这个很关键 企业集团的角度 根据题目的条件 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成本是1400 去年的可编线净值是1840 所以在去年并没有发生减值 是不是啊 但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 今年的可编净值变成多少了 根据题目的条件是1200 说明什么 说明在企业集团角度 也减值了 是不是啊 只不过减值200 减值200 那本期要计题200 那下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第二年编合并报表 抵消付诺市 你只要把个别报表上 多的部分抵消掉就可以了 个别报表上去年提160 今年提到640 总共是800 合并报表层面上 去年没有跌价 今年提200 那你今年个别报表上提到640 那是不是多提到440 你把440冲掉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你延续编制 我教你的方法是 画两个定义自己的账户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 然后比较 好 那么在比较时请大家注意 底下方的怎么来写啊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别忘了 前面学习过的 去年购金的商品 到第二年 仍然未实现销售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带从货 别把这个忘记了 前面不是一直教 教你这个问题吗 好 这是从货本身 跟跌价准备没关系 这道题 要是不考虑跌价准备 第二年 没有对外销售 是要编这个分路的 是不是 那接下来考虑 跌价准备的问题 跌价准备怎么抵呢 首先第一笔分路 两笔分路 两笔分路 第一笔分路是什么呢 借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 但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什么意思呢 还是我前面讲过的问题 编制合并报表时 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时 还是把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 大家想一想 当你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过来的时候 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去年提过跌价准备 160呀 但是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他说 在他的角度 他认为没有跌价呀 所以在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时 我们依旧要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上 那个多题的跌价准备 还要重量 还是有的同学 受到问的问题 去年不是抵消过了吗 我相信你现在逐渐逐渐 会接受合并报表的理念了 去年是抵消过了 但是我们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时 不是根据去年合并报表 延续下来的 而是第二年 又把人家的个别报表拿来抄 你个别报表一拿来抄过来的话 人家个别报表上 那跌价准备 是不是还在上面呢 所以我们在合并报表 第二年编合并报表时 依旧要把个别报表上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体的跌价准备 变相反了分路 借从货 去年怎么抵折 去年合并报表上 本来是借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 带资产金的损失 但是第二年编的时候 就不能带资产金的损失了 带年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去年的资产金的损失 已经转到未分配利润 年末未分配利润 年末未分配利润 到了第二年 就变年初未分配利润了 好 这是第一笔分路 第二笔分路 这是当年的减值 在个别报表上 是减值640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他认为应该是200减值 也减值了 是200 说明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认为个别报表上 多积极到多少 440 所以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冲掉440 这个440是带资产 减值损失是第二年的 如果熟练呢 也可以编一笔分路 一笔分路有什么好处呢 是一个整体 我们刚才画了两个定型账户 在个别报表上 大家看一下 在个别报表上 是提了800万的余额 跌价准备余额 是不是啊 而合并报表层面上 认为是200万的跌价准备余额 说明什么 说明从货跌价准备 个别报表上多了600 要抵消掉 借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600 然后带年初未分配利润 这是去年的跌价 去年的跌价准备 多个别报表上多集体的 然后带资产减损失 是今年的 今年个别报表上 多提到440 也可以合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说不熟练 我就老老实实地分两步 第一步把去年的160 抵掉 我再抄一遍 把资产减损失 带房资产减损失 改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第二步把今年的多提的440 把它抵消掉 好了 那就可以了 你要是习惯做两笔分路 我觉得这一块呢 不去抢救大家 为什么呢 我能把两笔分路 老老实实地作对 就够了 我也不求那么要求那么高 可以 你就编两笔分路 所有这些分路 你都要一个关键点 关键点是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那就是这儿的 定字形账户 个别报表定字形账户 合并报表定字形账户 比较一下 你才知道 抵的金额是多少 是不是 所以这是连续编制的时候 教大家的这样一个方法 花定字形账户了 不像前面什么 画一条线了 那是当年的 每个不同的问题 我们可能 采用不同的方法 教你怎么去处理 好 那么27题讲到这儿 27题是什么问题啊 是上一年 销售商品发生跌价 然后在第二年 仍然没有对外出售 甚至还减值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28题 它不一样了 虽然也是 沿用25题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假公司上一期 向A公司销售商品 是2000万 我把它标了一下 X的商品 为了区分开来 成本是1400 然后当期 未实现销售 形成积末存货 这前面题目都已知的 可变成1840 所以个别报表上提了160 那么在去年的合并报表上 抵消分路 25题已经讲过了 我把这个分路 不放在前面 把这个分路看一遍 便于大家待会理解后面 第一笔分路 没问题吧 借营业收入2000 带营业收入1400 带存货600 第二笔分路 跌下准备 个别报表上提了1160 把它抵消掉 这是25题 或者说 这就相当于是 上一期 我就相当于是2022年 接下来 本期 2023年 这道题呢 稍微复杂了一些 它说 又销售商品3000万 所以我把它标一下 就是给大家个思路 去年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是今年的事情 XX商品 Y是Y商品 题目故意把它搞在一起 让你复杂 所以我们要把思路分清楚 分两种商品来做 Y商品3000 成本是2100 然后对外销售4000 成本是3200 其中 上一期 从甲公司 购进XX商品 本期全部对外出售 销售收入是2500 这道题就说得很清楚了 它这个商品 已经对外出售了 去年这个存货 成本是2000 然后本期构建的Y呢 销售40% 哎 40% 成本是1200 60% 形成期末存活 取得成本是1800 可编进是1620 啥意思啊 题目就是 把去年的 今年的都搞在一块 你不是就头大了吗 很复杂了吗 但是你思路要清楚 我一直教你这个理念 X是X 去年的 今年的Y归Y 这道题啊 X又减持 去年又减持 是不是啊 这道题Y的本年度 是不是又减持了 所以你就 思路就肯定就乱了 哎呀 这怎么办 其实最好的办法 你把它分开来 做两件事情做 不就好办了吗 是不是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解决X的问题 这就是我教你的思路 去年那个商品 去年的商品 根据题目的条件 当时有一个未实现 对付销售 损益是600 个别报表 提的跌价准备是160 然后第二年是销售了 第二年销售了 看这笔方法 怎么能不能理解 这是上一节课说的 年续编制 去年形成的 未实现的未销售损益 如果在第二年实现了 借年初未分别利润 带营业成本 带营业成本 没有实现带从物呀 实现的带营业成本 是不是啊 所以我前面教过大家一个方法 你一定要根据题目的条件 实现还是没实现 销售是不是啊 不要像教材上那个题 混在一块做的 等你真的做题目起 做题目的时候 发现教材上的题目 不适用了 除非题目出的特别简单 和教材上是一样的 毛利率是一致的 不分的 那这一块呢 题目明确告诉我 X产品是已经实现销售 所以我要带营业成本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 去年X 记得了跌价准备 106 去年也抵消了 合并报表也抵消了 那我今年这个X商品已经销售了 那我跌价准备还要不要抵呢 还要抵的 两笔分路 第一笔分路 借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 但也年初未封闭力认 160 这是什么呀 去年个别报表上 有跌价准备 160 合并报表上把它抵了 合并报表没有简直 把它160全抵了 然后第二年 变合并报表时 就是今年 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问题 第二年变合并报表时 依旧是把某子公司 个别报表抄回来 那意味着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跌价准备 又给把它扯进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第二年 变合并报表时 还得把去年第一次 借年初 借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 待年初未封闭力认 160 这没问题吧 关键其实告诉大家 是这一笔分路很重要 怎么理解的问题 借营业成本 再从货 从货跌价准备 160 这个怎么理解 下面给大家推讨一下 这是有难度的 考试题就考这个 有难度的 下面我画个图表来分析一下 先看去年 2022年 假定是2022年 个别报表上提到跌价准备 借资产准备损失 再从货跌价准备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我们前面25题分析过 合并报表上没有减值 所以做了个相反的分路 把它抵消掉 这没问题吧 然后今年 假定是2023年 2023年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给大家提醒一下 个别报表上 题目告诉我 X产品实力已经实现销售了 实现销售 我们在第二章存货里面讲过 第一步确认收入 第二步 结赚成本 第三步干什么 曾经记提了跌价准备的存货 如果实现销售了 应将存货跌价准备予以结转 结转的分路是 借从货跌价准备 待主营又成本 是这个科目 大家还记得吗 我觉得真的有点遥远了 是在第二章 当时讲 从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怎么做 从货跌价准备的 结转怎么做 这两个问题 怎么去比较 有什么区别 当时我还提醒过大家 我说 从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单独作为分路 更好一些 借从货跌价准备 待主营业务成本 那今天就用上了 你待主营业务成本 因为有的题目 他把结转成本 和跌价准备的结转 合到一块了 把那个主营业务成本 给抵消了 就混在一起 你就不好理解了 现在我就一马归一马 专门是看跌价准备的结转 好 这是个别报表上的分路 合并报表上 大家想一想 合并报表上 他认为 去年从货都没有跌价 即使你今年销售了 你去年没有跌价 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从货跌价准备的结转呢 因为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他认为没有减值嘛 没有减值 哪有什么从货跌价准备的结转呢 因此他就 他认为没有这笔分路 那你个别报表上 做着这笔分路 那怎么办 我编一个相反的分路 把个别报表上 那个分路抵消了 不就完了吗 借营业成本 对的 因为个别报表上 叫主营业务成本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就叫营业成本 相反的方向 借营业成本 带从货 从货结下准备 那上面这笔分路呢 上面这笔分路 其实大家能够接受的 因为在某公司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去年抵消的 第二年依旧要抵要 刚才不是讲过这个问题了吗 是不是 依旧要抵消的 就是这个 刚才讲的是这个分路 这个分路 依旧要抵消的 你或者这样的一点 你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起初从货结下准备是没有的 而个别报表 从货结下准备有160 那当然要把它抵消了 是不是 关键是解释这笔分路 借营业成本 带从货 从货结下准备 这笔分路怎么理解 相信大家现在能够接受了 好了 或者合并为两个 两个合在一块 借营业成本 但年初未分辨的 啥意思 因为刚刚这两笔分路啊 一借一带 从货结下准备 就正好抵掉了 我该给大家这样来说一下 我不建议大家合在一块 你合在一块 是一个前提条件 你得把这两笔分路写出来 才能合在一块 我一下合不出来的 是没那个本事的 我也合不出来的 没那么快的 那既然我两笔分都写出来了 我干嘛还再多次一举呢 再合并一下呢 是不是 我在试卷上 我就写两笔分路 就行了 那我为什么要说合并呢 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教材上是给我们直接就来了一个合并的结果 所以很多同学看书看不懂 我知道你这儿看不懂 所以我在这儿画图表给你解释 你这么一推你就看出来 不要做了个合并的分路 我就老老实实做两笔 没问题 一定给你分数的 不是因为教材上那个答案就是一定是标准的 他有的是每个编书老师 他有他的习惯 那我编的话 我可能有我的习惯在里面 是不是啊 所以是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把这个原理搞清楚以后 我们做题的答案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了 我分两不做就行了 一点没问题 分两笔分路鞋 该合的合 该分的分 这一块分开 不建议你合在一块 你没那个本事 我也没那个本事 好 这就是关键的问题 好 那这个解决完以后 再来解决Y Y的事就好办了 当年购进的商品 当年发生减值 这不是前面说的 你出自编制吗 所以我教你的理念就是 你X归X Y归Y 不要把两个混在一起 你到期末 有X有减值 Y有减值 你怎么去理呢 是不是啊 所以你分两件事情来做 Y是当期构进来的 初次编制 太简单了 借营业收入3000 带营业成本 根据题目的条件 根据题目的条件 Y商品是3000 有40% 60% 形成期末存货 乘以60% 是不是啊 乘以60% 然后乘以毛利率 我们前面不是教你我毛利率吗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毛利率没有题目 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你可以自己算 这不是2100成本吗 这不是3000的收入吗 那么毛利不就是900吗 毛利比上收入呀 别比成本啊 毛利率你连毛利率都算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你直接乘以这个毛利就可以了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什么呢 你就把未实现的毛利 这样算也可以 这样算也行 总的毛利 900 60%没有出售 6%就540 540是表示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生意 未实现的毛利不就可以了吗 题目是活的 我们就教你个道理 不是说我今天教你的毛利率多少 然后你做题目以后就永远去算毛利率 别量机械的 我们是讲个道理 题目可能是活的 好 下面Y商品 Y商品跟去年没关系的呀 你别把问题复杂化 你就想着是当年刚刚勾进来的存货发生减值了 借存货 存货列加准备代资产减值180 怎么来的 问题又来了 是不是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我前面不是教你绝招了吗 一个方法是画一条线 看一下题目 画一条线 在合并 在个别报表上成本是1800 1800 这是成本 可变性净值等于1620 减值了180 是不是啊 那么在企业集团角度成本是多少 在企业集团角度 企业集团角度是2100的 2100乘160的 肯定是小于可变性净值的 说明什么 说明个别报表减值 合并报表没有减值 所以写上多少 写上180 写上180 没问题 这是可以的 接着我要说一下 我刚才教你不是一个更好的绝招吗 你怎么不用呢 什么绝招 输低啊 个别报表叠加准备180 个别报表叠加准备是180 为实际内部交易损益是540 在这在这 为实际内部交易损益是540 输低180低 OK填上去就可以了 假如题目改一下 个别报表叠加准备是600 那你这就写540 是不是 你要用 不用的话 你越用越熟练 好 那么有关从后提加准备 我们就讲到这 讲完以后呢 给大家来讲一道题 因为这一块是有难度的 我们通过一道题再练习一下 甚至我可以这么想 你先暂停下来 资格先做一遍 因为我们前面不道理讲完了 如果做下来 这样我觉得你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比我把答案跟你说了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有问题再对一下 再想一下 再听一遍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乙公司系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2年和2023年 假乙发生下来交易事项 2022年乙公司从假公司 购进A商品4000件 每件2万元 假公司A商品的每件成本是1.5 每件成本是1.5 那其实这道题啊 它是告诉我 每件的毛利是0.5 是不是啊 它是每件的 不是毛利率了 2022年乙公司对外销售 A商品3000件 购进4000件 销售了3000件 还有一千件期末存货 然后期末可变净值 每件1.8 每件1.8 可以画图表了 在个别报表上 成本是多少 2 买进来的 它的售价就是我的买价 乙公司的成本 是2 可变现净值等于1.8 企业集团角度成本是多少 企业集团的成本是1.5 在这 1.5 说明什么 说明 个别报表上提的跌价准备 0.2 乘以1200万 合并报表没有跌价 其实题目一分析 你的答案都已经 老字里面都已经出来了 继续 括号2 2023年乙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 200件 啥意思 1000件 销售了200件 说明什么 还有800件 那这道题其实把刚才教材的27体 28体 合在一块了 每件售价是1.8 12月31号存货当中 包含有它的800件在里面 可变价值1.4 那我期末是480 这1.4 刚才是1.8 说明那个800件又跌价了 然后问你合并报表怎么抵消 所以这道题还是非常经典的 大家呢 可以先做一做 这道题啊 等我们学习所得税以后 还可以结合所得税 那就更复杂了 你暂时把这道题 有关跌价准备 弄明白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看要求 第一 根据上手资料编制假公司 2022年合并报表解销分落 第二 根据上手资料编制 2023年合并报表解销分落 先看2022年 我们前面教过大家的方法 那就是画第一次线账户 第一年不用画 但是第二年要画的 所以我干脆呢 把这个两年连在一起画一下 先看个别报表商 刚才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 个别报表商务 你公司买进来成本是2万 可变进来1.8 所以每件减值0.2 200万 跌价准备 本期销售是200件 是不是啊 这儿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具体有从货跌价准备的从货 在第二年销售时 要截转相应的跌价准备 按比例截转 按比例截转 1000件商品 销售200件 你可以把这个设为是减值的金额 可以设为减值的金额 这个设为数字也可以 200件销售 总共1000件 那你总共是跌价准备是200万 那意味着这200件销售时要截转 跌价准备的金额是40万 个别报表上是 借从货跌价准备 代主义业务成本 没错吧 然后期末呢 看一下 期末是每件减值0.6 余额是480的跌价准备 我们倒挤出 本期个别报表上 要补提跌价准备320万 你把这个数字漏了 这个答案都做错了 再看企业集团角度 企业集团角度 刚才前面分析过 没有发生减值 而在2023年呢 2022年没有发生减值 2023年可变性减值 继续下降到1.4了 这是成本 这是可变性减值 还有800件 那么每件减值是0.1 总共80万 而期初是没有减值 就去年没有发生减值 所以各个合并报表层面上 认为第二年需要补提80万 而个月报表上补提了320 第一 截转440 第二 补提320 是不是 还有期初200 各个合并报表层面上是没有的 把这些数字都要去调 好 这是思路一些分析一下 下面我们一年一年的编制 先看第一年 2022年 第一笔是销售的 常规的前面学习过了 借营业收入8000 然后带营业成本 带从货 从货还有一千件 一千件 我们看一下前面题目 总共是4000件 4000件 每件售价2万 所以是借营业收入 8000 带营业成本不知道 我们一直教你这个方法吗 万能分路啊 带从货 每件0.25 每件0.25的未实现利物交易损益 乘以剩下1000件 那就500 所以8000减去7500 减去500 7500 出来了 第二笔分路 跌加准备 这个大家熟悉了 在个别合并 报卖层面上 没有跌加 在个别报卖角度 跌加200 那就直接冲了 是不是啊 直接冲掉200 刚才也画图过 或者说用前面那个方法 这个未实现利物交易损益 是500 是500 然后个别报卖上 跌加准备是200 是200输低 是不是啊 输低200 可以了 这个500在这 这叫未实现利物交易损益 这个就是未实现利物交易损益 这是2022年就可以了 难度大的是2023年 2023年首先第一件事 去年的存货 遗留到第二年 有一部分销售了 有一部分没有销售 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哪些销售 哪些没有销售 才能这样写分路 不能全部带营业成本 不能全部带存货 有的同学在这儿有误区的 认为都带营业成本 或者说都带存货 那要根据提名的条件 1000件 由200件已经实现销售 还记得前面条件吗 200件已经实现销售 那么总共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是500 按比例节转 那是100万带营业成本 400万带存货 就可以了 这是未实现利物交易损益的底销 接着第二件事情 底销 跌价准备 那这个跌价准备要注意 一步一步来 第一件事 起初的 去年不是抵过一次吗 这个风度照超一遍 将资产减能损失 改为年初未分配利润 借从获 从获跌价准备 待年初未分配利润200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还记得刚才前面讲过吗 在个别报表上是有跌价准备 截转40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是没有跌价 也就没有跌价准备截转 说明个别报表上这笔分配是多余的 要抵消掉 抵消做相反的分路 个别报表截转的分路 合并报表做相反的 个别报表怎么做的 借从获跌价准备 带主要成本 所以我今天借营业成本 带从获 从获跌价准备 40 好了 没完 这道题 还有个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 期末又简直了 期末又简直了 因为它是两道题 两种情况合在一块 把我们教材27 28都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那三件事情我再说一遍 第一件事情 期初你是200 合并报表是没有的 合并报表是没有的 我得底一下 是不是啊 第二件事情 你个别报表上 你有跌价准备截转40 合并报表是没有的 我得要抵消一下 第三件事 个别报表上提到 跌价准备320 合并报表上认为是30 是80 多多少 那一笔 240呀 所以把个别报表上提到 跌价准备 再冲掉240就可以了 三件事情 所以既然这种题目 我教你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第一次行账户 个别报表 从国际价准备的第一次行账户 企业集团角度 从国际价准备的第一次行账户 然后你比较三个地方 是不是啊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 其实这道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